这两年,娱乐圈简直是95后,小小花小小声的添笑了从96年的林云,97年的关小童,到98年的宋祖儿,00年的安阳安娜,01年的张慈峰娱乐百罢评的几位年轻女演员各个排调量顺可最近, 却有网友发了几张01年小花旦张慈峰参加活动和走红塔的穿搭照片,并大呼求求张慈峰妹们换一个造型团队吧,这是17岁的小姑娘应该穿的吗?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,张慈峰团队给她准备的衣服,简直让17岁的小姑娘穿出了37岁的感觉这套西装看上身还可以, 但腿脚处的这个处理方法,小编也是不太懂了,张慈峰妹妹个子不算特别高挑,为了让红塔上的张慈峰看上去到一点造型团队,居然让她穿了一双25厘米的银针,这件本色吊带裙搭看还不错,但是实在不适合张慈峰衣穿上去,斜方机太大的缺点,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,而且张慈峰私下穿衣品位真的还不错, 满满的热熙少女风,看上去非常有灵气这几次走红塔,真是被造型团队坑惨了,更有网友直接吐槽,这简直是仰短必长,看看比张慈峰大一岁的欧阳娜娜,造型师生妹非常在线,不管是什么活动,都能把欧阳娜娜的长处给放大,不管是前美公主风的,还是朋克酷格,都能搭配的不错,再看看98年的宋祖儿, 红坦和活动造型,也非常到位目光立体,胳膊长腿长,比例非常好,因为年纪稍微大一点,宋祖儿长相中少了两半张慈峰的稚气,多了几分出角城的少女感,撕下一品也没错,多是基础款围主,有不少网友吐槽,看宋祖儿和张慈峰同穿吊带裙, 就知道女神和小学生的区别,是什么了童馨出身的演员里,张慈峰的路人好感度一直非常不错,当年出演唐山大地震,的时候更是被冯小刚评价为,祖师也少说是,只希望张慈峰妹妹早早的为自己换一个造型团队,不要留下这么多黑历史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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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